台北市卫生局日前针对网路电商平台贩售的勤处制品 乳品类、蛋类、学产品、油品及婴幼儿食品等进行抽验 共抽验20件产品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避免民众透售食品 有色度带要心或者是多类原本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是上了监测食品中的一个带要心 还有多类原本的一个含量 那检验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这次的检验项目是包括带要心的含量 然后带要心跟多类原本的含量总和 还有一个就是六项指标性对带要心多类原本的含量总和 那最主要会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事实上也是跟卫福部在去年 呃4月份的时候有修建的相关就是 食品含带要心跟多类原本的一个处理规范 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 那它新增了就是六项的指标性 被带要心多类原本的一个含量总和 当成相关的标准 所以台北区卫生局就是来做相关的产品的一个市场监测 来加强一个抽烟的一个管理 那最主要像带要心的话 它事实上是75种多绿的带要心 135种的多绿的一个浮南的一个集体总和 那它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在我们蓝色寒绿的塑胶的时候 它会释出所谓的带要心 而它就有空气它可以远距的残缩 那降成在我们的土壤或者是水中 间接被食物或动物所吸收 那在多过食物店来蓄积在生物里 那多绿联粉的部分的话 是209种的氯化合物 融合产生的 那这主要有可能因为制造 或者是贩售的过程 然后是在包装的一个接触的过程 甚至于是工厂被吸入污染的一个过程当中 转移到我们的生物体之内 卫生局也建议带要心及多绿联本 容易存积在动物性脂肪内 因此减少动物性脂肪的摄取 也有助于降低体内带要心及多绿联本的积存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请来订阅明vir 欢迎订阅明镜 的热炼